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龙龙小队长 红蝶 国父第二了,那现在国父第一是谁啊 看一下 昆虫,拥兵,园丁,毛女 你别说啊,你这个阵容真的不差的打红蝶 为什么不差呢 就是毛女如果说不被找到 但毛女一般来说在中场嘛 红蝶这边硬找 毛女如果不被找到 外面的园丁,昆虫,红蝶想要快速击倒是不太能的 园丁自带一个盾 你第一刀怎么地开起来都要50秒以后了 那么昆虫的话呢,就更别说了 一些口子里面卡住红蝶 红蝶前期不是特别好抓 当然也有快速击倒的 我们之前观战过 这个我们就不做讨论了 有肯定是有的 我只是觉得单纯没有那么好抓 红蝶这边的话找毛女 毛女这边跟你绕视野 压进步,漂亮 这种老毛女在医院里面真的跟鬼一样 只闻其身不见其人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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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再来,再来,再来 那等于说这个毛女就纯平压脚步 砸个头 好,既然躲不了了 那我就砸个头 红蝶闪现已经好了 要不要先开闪 第一刀可以闪现开 因为时间紧迫 就这种地方 我觉得飞过来一刀 好的,漂亮 昆蟲这边的话怎么推 想砸头 砸完头来看一下昆蟲 昆蟲这边的虫子收了 昆蟲的虫子为什么刚才没有在砸头这一波 尝试退一下什么的呢 那这一波的话 击倒 其实这波击倒已经算慢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台机子都已经修完了 昆蟲这边也快修完了 傭兵这边的话都已经修到80%了 总量加起来的话已经是2.7%了 对于球者来讲 这个修机速度呢 即便争不了胜也能保平 他们想争胜比较难 因为这个猫女不具备2-6能力 球者刀阵容呢不具备宝人能力 就一个昆蟲软控 你就昆蟲推 红蝶不怕给你拉距离的 你推好了 你推能推多远呢 我一个蝶就追回来了 落地 这边想打 震射吗 没有 还行啊 这些高分段的傭兵怎么心态这么稳啊 好羡慕 要我肯定就吃震慑了 算一下机子 现在傭兵就把他的机子补掉 这边的话 园丁来救一波人 救完人以后拆椅子 因为这园丁是不带 那个 它是不带那个双弹的 所以有可能是一个什么呢 有 毛女的 我们看毛女天赋 有没有三摇 有三摇 来了 来了 套路来了 这个人能挂上吗 我感觉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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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园丁还能再救一波 这园丁刚刚没说 这有点有可能是个薄命 这个薄命 如果说套上了 真有的打 我刚刚忽略了一点 这把园丁 还有拆迁这一手 真一个薄命 然后昆虫这边 昆虫园丁配三摇 但昆虫好像似乎 没有别的打算了吧 这边 有有有 昆虫有打算 虫子还在这里呢 虫子还在这里呢 先收 对吧 先修会儿鸡 然后等到这边 猫女倒地了以后 虫子再出来 我们镜头给到昆虫 红蝶这边似乎 想要去 飞过去修一张椅子吧 这个猫女感觉挂不了了 这猫女感觉挂不了了 应该是挂不上了 因为这两张椅子一拆 然后再加上中间 有一个昆虫 这是巨前红蝶吗 怪不得 我看你们这套阵容 就知道你们要搞什么套路 我是想怎么能牵这么远 带来巨前的了 园丁又过来拆 红蝶现在呢 他要去修 是修哪里的 我觉得他修小房的 对 他修小房这边的椅子 修完 然后凭借着自己的巨前 应该能够把猫女给修两张吗 修两张 机子会不会来不及啊 这机子会不会亮啊 这机子好像差不多亮了 密码积压好了 强摸头 这把穷者打得是真好 战术配合全打出来了 再加上前期 那个 帽女的一个压脚步 本身牵制时间就已经不算一个劣势了 傭兵买血 园丁的话可以续盾 这傭兵 护必跳开 处理不掉了 处理不掉了 多跑了 因为那个 昆虫学者这边的门已经开了 昆虫学者这边的门已经开了 当时我觉得他就修一张椅子吧 他就修一张椅子 这可能会好一点 留个佣兵 三跑 打得好 在这个分段 打出拆迁流 而且配合的这么好 这个是真没想到的 这是国服最高分段了 好看 谢谢大家